谢谢 谢谢大家 我让大家失望了 一生生的感谢与道歉 26号晚间 陈时中发表拜选感言 谢谢 谢谢大家 但现在台北市民 选择了另外一位的未来市长 因此我希望 大家和我一起 诚挚的祝福讲话 因为台北是我们 热爱的故乡 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都会真诚地祝福他 上台前已经先致电祝贺讲万安 谈话中陈时中的强调 希望爱台北的力量 超越政党分歧 面对2022台北市长选举的败选 是我自己努力不够 在这里我向大家至上 最深的歉意 很抱歉 我努力不够 加油 陈时中形容参选台北市长 对他而言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旅程 如今选战告一段落 但国家跟城市还要继续前进 我真心希望从明天开始 那些对台湾防疫成果的抹黑和攻击 可以随着选举的结束 到此为止 这样好不好 天佑台湾 天佑台北 谢谢 谢谢大家 再次鞠躬 告别137天的选将身份 走下舞台 陈时中的语气也明显轻松得多 他部长之后呢 会继续成政吗 先沉淀一阵子再说吧 TV新闻台北综合报道